台铁列车冲明显左右晃动 月台上乘客赶紧抱着柱子避难 天花板也正随掉了下来 18号下午2点44分 规模6点8地震 在花莲玉里站民众拍下这摇晃瞬间 只是剧烈的摇晃也让台铁震出出轨意外 402车次自强号列车从树林出发往台东 列车经过花莲副里乡东里站时 月台雨棚突然掉下 让列车擦撞导致出轨倾斜 总共12节的车厢 其中6节包含回送机车都向山侧倾斜45度 台铁紧急派工程前往抢修 而台铁也说明是雨棚有水泥快掉落 导致这辆柴莲自强号擦撞出轨 目前统计有20名的旅客受到影响 索性已经离开车厢以及月台区 而东里东逐间单线区间 目前中段已经启动公路接驳 而且从民众拍下的当时照片 可以看到有乘客还直接爬窗脱逃 救援直升机也出动协助 目前车站外已经拉起封锁线 避免余震造成更多水泥快掉落 而还有这辆浦游马号也因为地震影响 目前停时卡在东里站 月台祝宇鹏他加上列车倾斜 乘客挤爆月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通车 强侦来袭抢救回家的路能等 只希望伤害能降到最低 TVB是国人卢旺昌领利台东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